王力克里图拉学院 你们将在这儿学习最基础的冒险知识 了解你选择职业的战斗方式 只要跟随指引 花费十几分钟时间完成特训 就能获得导师们的认可 他们会助你快速成长 瞬间将你的贝斯等级提升到120级 旧步等级提升至三转巅峰 这意味着你只要再花一点点时间 完成转生与起源转职任务 就能拥有一个等级上不逊色与老玩家的四转大号 直接开始体验最新版本的游戏内容 当然学院的大门并不仅仅向新人敞开 老玩家们同样可以进入学院进修 获得这份直升奖定 你可以用它来提升你信仪的多职业等级 另外 所有来到学院的冒险者 都可以领取你们的冒险指南 冒险 从入门到精通 这是学院专门为冒险者们 设计的一份为期21天的提升计划 完成这些每日目标 可以让你熟悉新版本的游戏内容 在冒险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不仅如此 计划中提供的丰厚奖励可以让你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哦 对了 千万别忘了参加学院庆典 为了迎接新生们的到来 导师们可是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都贡献出来了 在庆典中享受欢乐时光 还能免费获得学院提供的全新投室 时装和座棋 来丰富你的冒险手册 告别导师和同学 就要开始真正的冒险了 离开学院 你们将会来到卢恩王国的首都 普隆德拉 最近因为越来越多的冒险者从各地涌入 国王扩建并翻新了整座城市 顺便还翻新了你的用户界面 现在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简洁多了 试着点击左下角的视角切换按钮 来切换到全新的3D模式 习惯了俯视这个世界 偶尔换个角度 跟朋友们来个面对面的接触 是不是也挺不错的 一条紧急消息 冒险者 位于辉煌领域的艾卡拉奇需要你的帮助 随着彩虹桥的破碎 前往辉煌领域的通道被打开了 精灵之城艾卡拉奇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冒险者们可以进入这座位于天地树顶端的奇迹之城 邂逅传说中的古老种族 浮空精灵 浮空精灵们被神赋予了守护彩虹桥的使命 如今彩虹桥破碎 它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危机与抉择呢 艾卡拉奇与精灵的秘密 就留待你们这群冒险者前去探索啦 在艾卡拉奇的旁边 还有浮光星岩与时间花园这两块区域 除了各种精灵国度独有的奇特生物 这里还栖息着强大的MVP灵魂奏者 和世界术之种 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的冒险者 可以前去挑战 但它们可不像外表上那么和善 所以一定要加倍小心 在辉煌领域中 还有一片平静祥和的地方 那里盛开着漫山遍野的花朵 精灵们称之为花开衣食之地 然而 就在这片精密之地的上空 悬浮着一座充满神秘气息的宫殿 这是一座危机四伏的迷宫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到里面去看看吧 探秘美之宫 是个为冒险者 在辉煌领域最重要的活动 这座古老的宫殿中 遍布岔路与机关 强大的守护者们 会摧毁所有闯入美之宫的外来者 冒险者们必须击败这些守护者 揭开被遗忘与篡改的真相 发掘掩藏在迷宫深处的精灵密码 等等 你听 有人在呼唤你 原来是波鸡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他会陪伴你 在美之宫中与你同行 这个小不点会不断成长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他的培养方向 让他成长为 你冒险途中的强大助力 随着米德加尔特面临的危机 接踵而至 天津厅的忍者们 决定从隐匿中走出 加入到守护大陆的行列 向往忍者知道的冒险者 可以接受失恋 成为他们的一员 忍者在暗处守护和平 他们除了擅长使用 致命的剑术斩杀敌人 运用忍具 在远距离收割敌人的生命 还能使用各种 华丽炫目的人法 与通灵术 看看这招式 简直太帅了 以上就是各位冒险者 可以在新版本中 体验到的全新内容 你大可不必担心内容过多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在新版本中 我们同样为减轻 各位冒险者的负担 做出了很多努力 离线挂机系统 可以让你在离线状态下 选择地图 击杀您所指定的魔物 完完全全模拟 你在现时的挂机打怪 同样获得百分百的挂机收益 解放双手 解救手机 轻松消耗战斗时间 在新版本中 我们将进一步降低 你在日常活动中耗费的时间 放心 你的收益 我们会保证不变 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与朋友们一起战斗 冒险 探索这片全新的大陆 那么冒险者 准备好迎接 你的冒险旅程了吗 1月6日 RO2.0版本即将启航 新的冒险 要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